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小猪价美食 今天来做一道咸菜笋干烧黄鱼 今天用的这个咸菜笋是我自己晒的 看起来是不是很好看 这不用水泡发 就直接清洗一下就可以做了 接下来处理一下黄鱼 先把黄鱼去下冷 两面冷都要去干净 好 洗干净了 现在把黄鱼改下刀 切块就可以了 把头先取下来 对半开 完成了 咸菜笋干洗一下 我这笋干比较嫩一点 就不用水泡发了 如果笋老的话 晒干以后要用温水稍微泡发一下 准备辅量 葱姜蒜小米辣 蒜切片 姜也切片 葱切葱段 葱叶出锅备用 小米辣切斜刀 食材全部准备好以后 就可以开锅做了 锅烧热后加油 把油摊开 以免粘锅 煎的时候要油温高一点 一次下锅 倒下去的时候 不要去冻它 让鱼定型以后 煎了一会儿 煎了一两分钟以后 再反个面煎一下 把鱼块要油煎的时候 煎要用头发水控干水分 煎至两面微微发黄 就可以剩出备用 不要过夜煎老 煎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锅内留底油 爆香葱姜蒜 再下楼菜干 煎炒一下 把咸菜绳干 吸收一下葱和姜的味道 把黄鱼放进去 把黄鱼放进去 料酒 加点胡椒粉 胡椒粉也可以去腥的 加入清水 加一小勺盐 加一小勺白糖蒸鲜 加一点点生抽 稍微有点颜色就可以了 盖上锅盖 总6-8分钟就可以了 时间到打开盖子 汁收的差不多了 再加一小鸡精 换动一下 撒下小米辣 葱花 即可关火出锅 好 今天这道咸菜 笋干 烧黄鱼就完成了 黄鱼 鱼肉细腻 鲜香 做法又比较简单 是一道很好的下饭菜 做这道菜的要点 主要黄鱼一定要用油煎一下 菜干一定要用葱姜蒜爆裹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请点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 阳 速决定